启示录第十四章 我要观看 见羔羊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左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 并在四伙物和众长老前唱歌 仿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是童身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唯有看见 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 地 海 和重水全员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叫万民喝咸淫大怒之九个巴比伦大城 倾倒了 倾倒了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 大声说 若有人拜寿和寿相 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唇衣不砸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与硬磺之中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寿和寿相 受他明知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惜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我要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冕 手里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 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已经石头了 那坐在云上 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 他也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像拿着块镰刀的大声喊着说 伸出块镰刀来 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 那酒榨踹在城外 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 高到马的脚环 原有六百里